上身穿黑衣的男子 对着另外一名男子 连续开了竖枪 接着上车逃逸 梁梁救护车赶到 要跟死神抢时间 二号下午桃源传出枪响 刀在学破的是当地脚头 人称黑人的55岁郭信一 事情就发生在桃源太昌十街 郭信一送医之后还是伤咒不治 最了解他全身共有六处枪伤 包括左右肩膀各一枪 左右锁骨各一枪 右手掌一枪和左腹一枪 目前警方正在追查枪手动机 从消防人员提供的画面 可以看到大火把轿车烧到 灭目全非 这辆被烧到只剩下骨架的车子 在新北树林的甘远街被发现 警方表示这辆车很可能就是 涉嫌枪击的枪手所驾驶的车辆 姿势体大警政署长和桃源市警局局长 也来到现场作证指挥 在地脚头郭信一在街头遭到枪击 到底是寻仇还是金钱纠纷 一阔是黑帮角力 案件背后的真相 检警还需要进一步追查 华视新闻新北桃源最后报道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见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